哈喽大家好,我是刘才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用的小东西 就是小苏打 它在我们家是比沿用的还要快的 但是我不是用它来做面点 而是用它来搞清洁 小苏打除了大家所熟知的 可以去比较清的油污之外 它还有很多其他的用途 所以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作用出油污 除了那种非常重的油污之外 其他它都是能够清洁的 我们只需要在有油污的地方 撒上小苏打 然后再来一点点水 让它变成糊状 然后我们再拿个小刷子配合去刷 那刷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油污 它会被小苏打吸附成一坨一坨的 也比较容易刷掉 然后再用水一冲 它就是非常干净的了 第二个作用就是清洁菜板 我们在菜板上撒上均匀的小苏打 然后拿一块湿润的百结布去刷洗 这样可以去除菜板上的细菌和污渍 然后我们再用清水冲干净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是我们喝水的杯子 时间长了 它是会有水够茶够的嘛 也是往里面加上两勺小苏打 用湿润的百结布去擦洗 不一会儿它就能够擦得非常干净了 你们看刚才的黄印子是不是已经全部没有了 然后清水再洗干净它就非常亮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经常用的法郎锅 每次做完菜这个底部都会多多少少留一些印记嘛 那我们也是只需要把小苏打撒在有污渍的地方 同样是准备一块湿润的百结布直接干擦 不管是黄印还是黑印都是能够擦得非常干净的 当然如果是有磨损的印记那肯定是不能恢复的 然后我们拿块抹布把刚才擦过的地方擦干净 可以看到刚才的污渍全部已经没有了 然后我们每天用的锅盖大家应该能发现 会有很多洗洁精洗不掉的小点子 这个同样也是用小苏打能够去掉的 也是把它撒在有油点子的地方 用一块湿润的百结布去干擦 基本上几下就能擦干净了 非常的快速 你们看刚才的油点子是不是完全不见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奏效的 接下来它还可以去我们抹布上的油屋 我们准备一个盆把抹布放进去 然后撒上小苏打 加上开水去浸泡 这个是需要泡一会儿它才有效果的 所以我们就一会儿再来看 接着下面的说 我们现在拿一个洗菜盆 里面加上小苏打 然后再加上水 再放进去要洗的水果 泡一会儿之后再去搓洗 这个时候可以有效地去除水果上的浓残 再吃的时候也会比较安心 然后我们刚才用来洗水果的洗菜盆 大家应该会发现 用走了底部会残留黄黄的污渍 这个是用洗液精洗不掉的 包括沥水栏的部分也是有同样的问题 那我们也是把小苏打均匀地撒在上面 然后用湿了水的百结布去擦洗 它是很快就能擦干净的 往栏的部分也同样这样去擦 我们看擦完了之后是不是干干净净的 再用清水洗干净 它就跟新的一样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泡着的抹布 油污基本上是没有了 然后我们再把它搓洗干净 握几遍清水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是没啥油污的抹布 也同样是可以用小苏打加开水来泡的 它对去除异味也是有一定效果的 以上就是我常用的一些小苏打的有效清洁方式 而且它也不需要买很贵的 像超市这种三四块钱一袋的就是足够的了 用起来我们也不会觉得心疼 那如果说你们还有什么小苏打的有效的清洁用途 我没有讲到的 也欢迎在评论区补充分享一下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点个关注转赞评哦 我是爱生活的李友才 关注我让你的生活更有才